字幕提供 來到下午5時50分 我們從酒店房間兩手碰碰地來到蜜沙拉 我打算今天星期一沒什麼人 但原來已經有三四十人在門口等進入了 究竟蜜沙拉有什麼特別和受歡迎呢 我和大家先介紹一下 但首先要記住自己的桌子 首先介紹一下主角 你沒看錯是活生生的龍蝦 還有這些生的肉 大家不用怕 這裏不是野人體驗 這裏的賣點可以即場選擇食材 烹調方法即叫即煮 還有鮑魚之外還有其他海鮮 好像有花甲蠅鮑魚 還有魚 蟹 蝦 魷魚等等 除了海鮮之外 其實蔬菜都可以自己選擇烹調的方法 和其他旁的職員下單 記住說台號就可以舒舒服服回到位置等吃 讓我介紹一下我們怎樣的食物 首先是主角龍蝦 這個是清蒸龍蝦 完全沒有調味的可以吃到龍蝦的鮮味 然後這個是上湯龍蝦 比剛才多了點味 但比酒樓吃的都是偏淡 然後是芝士焗龍蝦 芝士味蠻重 我覺得調味不錯 但肉質比較散 然後這味是椒鹽龍蝦 都很香口 但我覺得炸得太乾 而且味道不夠野味 而在這麼多種烹調龍蝦的方法方面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蒜蓉蒸龍蝦 因為它的蒜蓉味真的很香 但又不會蓋過龍蝦的鮮味 其他海鮮方面 我就點了這個避風糖炒蟹 賣相就似無似樣 但蟹吃起來沒什麼蟹味 而且炸得很乾 調味也沒什麼避風糖味 而另外一款陳皮蒸鮑魚 雖然鮑魚很細隻 而且味道偏淡 但鮑魚很新鮮 咬肉都彈牙軟 又聞到陳皮香 吃起來也挺好吃 而士椒炒花甲 我就覺得味道不錯 不過只是差了一些鍋氣 和不夠野味 而這個士汁蒸老虎斑 雖然只有三片 但可能少吃多一支味 我又覺得魚肉不太好吃 蒜蓉蒸蝦 我就覺得蝦不太新鮮 削削削 而甜味又淡 不試都無所謂 魚肉類方面 我們就試了這個 雞牛豬的沙嗲醋 味道不過不實 剖菜方面 我就點了這個薑汁芥蘭 雖然薑汁味不夠 但大蘭都挺嫩 都挺好吃 另外我點了味 魚湯浸蝦 魚湯也挺香 魚味 但好像沒有加鹽 味道很淡 要自己加鹽 但這些蝦皮皮 全部刨完 我喜歡很滑 除了剛才積點積豬的食物 還有很多要自己夾的食物 說明自助餐 凍盤有蜆 蝦 青口 龍蝦鉗 和蝦鉗 都挺好吃 挺鮮甜 相信都是在剛才新鮮的地方拆出來的 除了剛才海鮮的凍盤 也有沙律的凍盤 而在熱盤方面 首先介紹中式的有炒粉麵飯 咕嚕肉 燉湯 還有燒味 我試了今天的燉湯 石盒燉豬展 味道不佈不失 純粹暖胃 中式食物 也有日式食物 位置比較好 我也差點錯過 有天婦羅 壽司 刺身 葡式的葉盤也有 飲品方面的選擇也挺多 有不同的果汁果茶 即叫即蔥的咖啡茶 飲品各款汽水 但最過癮 都是這部即炸橙汁機 可以看著橙掉在機上 再炸些汁出來 也特別新鮮 最後介紹我最重視的部分甜品 我吃完這麼多種甜品 最值得介紹的只有這個焦和椰子布甸 在椰子布甸上灑些砂糖 再用火槍辣辣些砂糖 這樣就可以上桌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挺好吃 焦糖暖暖的 脆脆的 椰子布甸又冷 又香又滑 不過其他甜品 真的一般 真的吃不下也不可食 我今次在一個月前 已經打電話去MESA拉訂位 但都只是等待桌子 而為了今次確保有位 所以都加入了這個 均身脾血的主宿套餐 你買我吃完這個焦票 覺得怎樣 其實即場可以選擇食材 攀調方法 即跳即跳 真的挺過癮的 而且我覺得龍蝦 蠅 鮑魚 和蔬菜方面的食材都挺新� 但調味比較偏淡 炒菜也沒什麼鍋器 不夠野味 最令人失望的是 甜品只有椰子布甸一樣好吃 不過我也覺得值得一試 不過就不要負太大的期望 接下來我會介紹 MESA拉的浦菲早餐 請大家繼續支持